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今天我有个问题是有关于回向给冤亲债主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 还有在念经的时候 常常说要回向给他们 那他们到底在那个空间收得到吗 他收不收得到其实 比如说你已经有被冤亲债主骚扰了 那等于说你发了愿 然后有行愿 然后做了功德真的就回向的时候 他有收到与否 其实他和你之间的互动就知道 如果他平常跟你就是不让你好过了 然后你回向你感觉有一点轻微一点了 那你就知道你的这个回向是他收到了 或者你生活里面本来觉得心中不安的 回向觉得安了一点 那代表他的这个隐形间的这种磁场的效应 在你身上的运作没有那么强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 你不能说这个不是证据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蛛丝马迹 他总是有原因的 那一般你不用擦香 像佛教 你不用擦香 你用嘴巴讲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信号叹音 不但你知道 在他们的空间上 他们也知道 所以这个是要经过在灵界第三者的见证吗 就是说要经过第三王菩萨 还是谁来让他们 约亲在主知道 有这个回向程序吗 回向的这个程序 约亲在主他本来就已经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履行你的诺言 那如果比如说他挺黑气的 那他可以先执行了 然后再回去报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履行 你就会想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你在骗他 那他可以按照原来他领黑气的诉求 就立刻就逃了就回去 那如果你有回向 然后也都如实去做了 然后他接受了 那他有权利去调整 他和你之间要怎么样处理 他们通常会等嘛 如果说好 我发一个愿 但是这个愿可能近期之内无法完成 那我可以跟他们的声明说 可不可以再延给我一点时间 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判是一模一样 看跟你结怨的那个灵 他愿不愿意 这样等下去 那我一般来讲 他和你之间 如果他在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你是骗他的 多 在生的时候 就是过去世里面 你跟他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过节 在那时候他知道你不是很有信用的话 你现在是跟他讲一些有的没的 好像有又好像他摸不到的 那他可能他就不相信你 所以这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大家 就是说你做发愿的时候 你的愿力要写得很清楚 不能模拟两可 因为在这个灵界 他们如果他不是很相信你的时候 你讲的模拟两可就得没讲 所以不能够让他们马上做决定 但如果你讲的都是数字 然后他又说 OK 对不对 那就看你有没有做 你做的话 他就真的收到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像立约一样 他你之间立了这个约 OK了 那你去做了 那他如果没有按照约来你们的约 他反悔 那他也有犯错 那这些过程呢 比如说在民间的列藏王菩萨 因为一切的科技 他们的科技已经不是说 要随时在看是谁对谁错 因为他们科技随时可以调出来看 是谁对谁错 所以在比较一个空间长里面 让他先去执行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是可以调出 就像现在汽车这个行车器 是可以调出来看到底当时是谁对谁错 当然如果今天灵界他犯了错 他也是要被民间去做 某种的该有的审判和处理 他们犯什么错啊 如果今天他来到这个阳京去逃报 如果是逃 他不该逃了 比如说他在拿着黑棋 他只能逃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但是他又去旁边 又去影响了其他什么人 他是不该这样做的 那他也犯错 他也犯错 但是他已经在林间了 那他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那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民间里面 他们有他们的处理方式 所以 他们的法令部 对 跟你当时结的这个不好的缘 他们来逃报 如果有被允许拿到黑棋 他是可以逃他诉求的报 但是如果他影响了旁边无辜的阳间的人 他一样是犯错的 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继续的 用心法来跟你的冤亲在主做忏悔 然后也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提升 然后以我们的功德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他们 嗯哼 那顺便这边提一下就是 我经常在说的 冤亲在主本来他是气了要给你逃报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的诚心的忏悔 事实你承认错误之后 然后你又发了愿 然后邀请他们来看 你是不是真的如此能够落实 那么他们的诉求如果看到 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真的是如你所说 上那间他就感到你原来当时跟他们有种不愉快 好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忏悔 然后真的在做好事 来去弥补的时候 他们上那间原来是这些冤亲在主 可能一下子变成你的护法 对 好来帮助你尽快的把这些 你所发言源能够完成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本来是一件坏事 坏转化成变好事 那就是我们的心 真的来看这件事情 真的落实去做 有没有真的用心 他们最清楚 所以是冤亲在主还是会变成护法 这个东西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拿捏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顺便一提也希望所有听众能够了解 阳间和阴间呢 虽然是有所割 但是我们不管是在阳间还是阴间 信用最重要 你的用心最重要 那这里面呢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到 有用心和没有心的后面 竟然它的结果差这么多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这个阳心在主 都能够和我们和平共处 然后大家都是win-win的situation 希望我们大家要够年之 很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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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